第252章 真妙想,他家的儿子记忆争不来,一定是随他,朕得意着就听响歌道 父亲,你总算回来了,娘想你,每天都哭湿了正经 真妙嘴角猛抽一下,这倒霉孩子到底随谁呀 是吗 罗天成含笑地看了真妙,真妙前些日子的确哭了几次,不过那是让陈庆帝给气的 没想到被翔哥看了去,当下有一些羞脑,瞪了翔哥好几眼 翔哥一本正经地道 父亲,您回来了,就把娘交给您了,他总不让人放心 说完,走过来拉过义哥的手往外走,义哥死活不愿意 我不走不走,铁身上有肉味 一哥儿比翔哥壮实不少,在他顽强抵抗之下 最终两个小家伙都留了下来,与这妙二人挤在一张大床上 铁里,罗天成摸着媳妇小手,瞧瞧挤在旁边的两个胖小子 绝对长长叹了一口气 自此,罗天成在家养伤,鲜少见客 老夫人定了赏花会的日子,广发帖子 实则是为了不着痕迹的相看,蔡时那一位表侄女 当然依照惯例,那些夫人前来都会带了女儿 顺便还能瞧瞧有无更合适的 出乎意料的是,那日带了女孩来的太太并不多 原来是朝上有大臣建言,该裁选充实后宫了 经中人都知道,陈庆帝登基之前是很风流了一阵子 收了不少美人进府的 不过那些美人都是群长人家出身 唯有一个真净是监安伯府的庶女 就成了现在的贵妃娘娘 由此可见,良好的出身还是相当给力 可以说,这新皇继位后的首次裁选 正是各方华分后宫势力的大好时机 此外,皇后娘娘无子又无宠 独占熬头的贵妃娘娘 近来也传出了失宠的消息 新皇又年轻俊美 那些有失礼女儿的人家 早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向来不爱热闹的郑国公府 这个时候举办赏花会 明眼人都知道 是听那一位迟迟说不着媳妇的二公子相看 要是平时带着女儿也无妨 反正看一看又不会少一块肉 提亲的话推了就是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 大多数府上只想完美地把女儿打包进宫 就不愿意落下什么画饼了 老夫人轻叹着对杨嬷嬷道 说来这二郎运到不佳 天赶上这个时候 杨嬷嬷安慰道 来得不再多 难得是何事 选择余涕少 老夫人重点就放在了菜市那一位表直女身上 叫什么名字 大姑娘十五六岁模样 只是清秀 由菜市领着给老夫人问号 难免有几分小户之女的局促紧张 目光甚在清澈 不会眼珠子乱转 回老夫人的话 我叫蔡嬷环 老夫人还算满意 点点头 是个好名字 说着 把手腕上镯子推下来 对菜市笑道 还是头一次见你这侄女 是个好的 蔡嬷环见老夫人把镯子递过来 瞪了菜市一眼 见她点头 才接过行李谢过 去找小姐妹们玩吧 等没了旁人 老夫人对杨嬷嬷道 看着是个好孩子 给二郎选妇 不要太聪明 规矩名理 审品端正是最重要的 咱们去园子里玩吧 罗芷珍也到了 开始社交的年纪 领了几个小姑娘往外走 其中就有蔡嬷环 园子里有一处长亭 顶部种满了 开了燕红色小花的藤萝 一条条垂下来 把阳光都遮挡了 一进去就格外的清凉 瓶子里是一条条长凳 还有摆好的瓜果点心 一看就知道是为了这一次赏花会准备的 罗芷珍招呼大家坐下 笑道 闲聊无趣 咱们来个醒酒令吧 每个人说一句诗都要带一个花子 接不上来就罚喝茶一杯 都是十多岁小姑娘自然欢喜的硬了 只有蔡嬷环面露难色 又很快恢复了平静 一群小姑娘叽叽喳喳地玩起来 她们出身不错 都是自小精细教养 这样的酒令自然难不住 这就苦了蔡嬷环 七八杯茶下肚就坐不住了 微红着脸道 我想去更衣 罗芷珍会议 喊了站在一旁伺候的丫鬟道 带蔡姑娘去进房 带蔡嬷环一走 就有一个小娘子捂着嘴笑道 哼 茶是好茶 竟都归她一个人喝了 巨人的女儿 另一个小娘子吐了吐舌头 罗芷珍也不恼 笑眯眯吃着果子 蔡嬷环从进房出来 只觉整个人都松快了 微红着脸对丫鬟道 劳烦姐姐带我回去吧 姑娘这边走 轻衣丫鬟态度颇好 领着蔡嬷环往回走 二人抄的是进路 经过一处隐蔽处时 隐隐听到训斥声 应有樊茂花树等着 那边并没有发现二人 蔡嬷环匆匆瞥了一眼 就见一个婆子拿了枝条 提头盖脸的抽一个小丫头 那小丫头才七八岁大 抱着头 隐隐哭着 又不敢太大声 蔡嬷环脚步一顿 再也不看一眼 加快了脚步走了 领路的丫鬟 眼底闪过不愤 心道 这位蔡姑娘心肠 未免太硬了一些 蔡嬷环越走越快 能看见长亭时 放缓来步子 里了里有一些凌乱的法司 走了过去 蔡姐姐 你可钻回来了 罗织珍是主人 走过来迎她 二人走在一起 蔡嬷环抿了抿唇 低声道 刚刚路过柳林 听见里面有女童哭声 也不知是什么情况 有这种事 那我叫人去瞧瞧 听罗织珍这么说 蔡嬷环不再多言 这也不过是一个小插曲 之后众人说说笑笑 坐了一阵子就散了 老夫人听了回禀 满意地点了点头 见了老奴欺负小丫鬟 要是出面当时阻止 身为客人 虽是好心 未免显得炉梦 毕竟他人是府上的 冒冒然撞过去 谁知道 有什么不便 让外人知道的事呢 要是事不关己 回了亭子 当做什么都没有看见 对才七八岁的女童 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又太过凉薄 蔡嬷环这样做 算不上特别出彩 但也说得过去了 可以说罗二郎虽然让老夫人寒了心 到底是亲孙子 这门亲事老夫人还是用了心的 可是有的人却不领情 罗二郎站在花园的背心处 花木遮挡了他的身形 他身姿笔挺地站着 视线从长庭缓缓收回 面上一片的怨度 他是郑国公府的二公子 虽然两次与春围十只交笔 可这个年纪重了句 在薰贵子弟中 已经是极为难得 那些六鸟斗鸡的废材 没有人笑话 亲男霸女的顽固 没有人管 照样娶了如花美眷后 花天酒地 凭什么到了她 就要娶一个姿色平平 破露物价的女儿 罗二郎就这么站在阴影处 直到夜色降临 退去了白日赏花会的喧嚣 整个国公府都静了下来 才一步一步地向着 国公府的膝角走去 那院子很小 在夜色中静悄悄的 只有门龙的光射出来 带来几分生气 罗二郎绕到后面 踩着稍矮的那一处墙头 就翻了进去 她知道燕娘的习惯 睡时不让丫鬟 在同一个屋子里面伺候 所以直接去了正房的窗外 推开窗跳了进去 燕娘侧躺着 身材起伏如山川 青丝瀑布般地披散着 罗二郎抿着唇响 给她红袖天香的 本该是这样绝色的女人 而不是那寡淡的小丫头 其实这是她回府后 第一次来这里 她也曾想把燕娘忘了 可是春围前的那一碗补汤 让她两年多的努力 复之东流 而现在又要接受那样一个 毫无特死的妻子 那么她为何还要压抑自己 不肆意拥着自己喜欢的女人 罗二郎走向燕娘时 并不知道 借口喝了酒 歇在书房的罗二老爷 也悄悄起身 向着小院子走来 罗二郎就这么地站在床前 借着窗外皎洁的月光 静静打量着燕娘 长发是压青的 衬得脸蛋白皙透亮 浓密的睫毛 在眼下投了一抹剪影 数年的幽闭生活 不但没有让这一朵高领之花凋谢 反而更舒展了 罗二郎叹息 心想 这才是真正的女人 那心菜的小丫头是什么 便是给她 蝶床扑背的丫鬟 也没有这么寡淡无味的 压抑得很了 人就会做出 很出格的事情来 更何况 这几年罗二郎那一颗心 相近在油锅里 煎熬得快化了 没有一颗痛快过 她眼里深腾起一座火苗 两得吓人 此时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她要这个女人 立刻 马上 一句废话都不想听到 包括这个女人的 罗二郎直接拿出随身手帕 团成一团 塞进了燕娘的口中 燕娘立刻惊醒 想挣扎 却发现四肢 被这个男人的双手和长腿 给禁锢住了 口中堵了东西 只能发出碎碎的乌烟声 是我 罗二郎笑了笑 看见燕娘眼神绝望 泪珠速速而落 反而有一种快意 用腿抵着把它分开 挺身 就入了进去 这时罗二老爷 已经轻奢熟路地 来到了小院的外面 瞅着那一处 稍矮的墙头笑了笑 摩拳擦掌 一个助跑 就跃上了墙头 然后跳了下去 难得的是 这落地声音不大 罗二老爷得意地笑笑 显然 还能翻墙头 让他心情更加愉悦 他每次来 这么一跳 就找到了 年轻时的自信 罗二老爷直奔正房的窗外 并不知道 父子二人的选择 都是一样的 和罗二郎不同 罗二老爷来这里 不是一次两次 他从来就没有把那个 浇灭到骨子里的女人 给放下过 特别是菜式 端庄强硬有余 论娇柔 甚至还不及一顾甜事 往这边跑得就更勤了 罗二老爷也看出来 烟娘那个样子 似是不想再和他有多牵扯 可是那又怎么样 只要有八郎在 每次来 他还是要乖乖的 正是因为烟娘那一丝不驯服 让罗二老爷总是喜欢这样 出其不意地过来 看着他从梦中醒来 惊慌失措 最后还不得迁就他 这一次 刚走到窗前 就听到室内传来 男女欢好声 他整个人都愣了 犹如舞雷轰顶 罗二老爷连呼吸都忘了 好一会儿才缓了过来 瞪得像同龄般的眼睛动了动 把那不知何时 落在窗外面的 枝窗棍抄了起来 就从窗口跳了进去 屋里人听到动静 立刻跳下来转过身 捡了衣衫匆匆往身上逃 月光皎洁 罗二郎先是看到一个 白泡花的后背 随即看清了内神的模样 顿时血往上涌 冲过去就猛抽 边抽边骂道 畜生 畜生 当时身下你 怎么不把你安在 公头的阴死呢 罗二郎一时慌乱不已 不知该说一些什么 只得用双手遮挡着脸 连连后退 躲避罗二老爷发疯般的抽打 罗二老爷却越打越狠了 双目赤红 用着世上最恶毒的言语骂他 畜生 我就知道你是个难迷扶不上墙的 难怪两次春围都不成呢 就你这一心想爬小娘床的 老天都看不过去 没有将一道雷劈死你 我今儿要打死你 这些话如锋利的刀子刺向罗二郎的心口 这一刻他忘了父子轮长 守不在一位阻挡 而是运足了力气 狠狠一推 罗二老爷情绪失控 又从没有想过亲生儿子还敢还手的 没有丝毫防备之下 被这么大力一推 整个人仰面跌倒 哼的一声 撞到了墙上 坐几身来 刚穿好衣衫遮掩的烟娘 还有保持着双手往外推姿势的罗二郎 动作瞬间被定格 室内陡然安静下来 紧接着就是一声尖叫声 罗二郎这才像毁了魂板 转了转脖子 就见当初被打发来伺候烟娘的丫鬟绿娟 一脸惊恐 脸色像血液样白 罗二郎眯了眼 大步向绿娟走来 那一瞬间 绿娟发誓 他真的感受到了什么是深深的杀意 生死关头 再任命的人都会爆发出求生的欲望 看着那一杀神向自己走来 绿娟没有犹豫掉头就跑 他一口气跑到院门口 拖了气的大门 是被一个横棍从内摔住的 紧张之下 弄了两下都没有弄开 就听到后面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了 绿娟紧张的心都要蹦了出来 甚至能感觉到对方的气息 门摔终于一下子掉落 大门刷的打开 这时罗二郎已经赶了过来 伸手去抓绿娟 绿娟的衣袖被抓住 极度的惊恐刺激着她的神经 省不住啊的尖叫一声 恰巧罗二郎被门槛办了一下 趁着这个机会 她一用力就听自拉一声 衣袖被拽断了 而绿娟头也不回地冲进了夜色里 国公府的内员是没有家丁巡视的 但分了七八处都有守夜的婆子 恰好有个婆子起夜 天热味道大 她端了夜壶放到外边来 听到那声厉鬼般的尖叫 手一抖 夜壶一歪 鞋子上就溅了几滴 婆子当时就骂了一身娘 顾不得心疼鞋子 把夜壶往旁边一放 拔腿就跑 边跑边喊道 快来人呐 出事儿了 她这一喊就有不少人起身 举着灯出来了 都奔着西边赶去 怎么啦 有人迷迷糊糊 边跟着人群抱 边问 我刚听见一声鬼叫 就是从西边传来的 那地方一笑偏僻 该不是有不甘心的东西吧 那鞋子上溅了尿的婆子 催了一口 呸 管她是什么鬼 我就把这穿的鞋 扔她脸上 保管她有来无回 正说着 就看见一个 劈头散发的女鬼崩来 其他人吓得往旁边一躲 把那说大话的婆子 空了出来 那婆子顿时傻了眼 处在那里一动不动 郁娟凭着一口气 狂奔一路 见到人再也坚持不住 一个猎妾往前扑来 落在那婆子眼里 就是这女鬼 铁青着脸 伸着弯曲的食指向她扑来 妈呀 这女鬼是要吓死我呀 都说人在面临死亡的恐惧时 会爆发出精神的战斗力 这婆子显然是其中佼佼者 这时候她也不发傻了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脱了那见了尿的鞋子 狠狠冲着女鬼志去 再和这女鬼不配合 一个狗吃屎摔倒在地上 昏了过去 鞋子直奔着身后 追来的人耳去 啪得一声响 鞋子震住那人的脑门 这鞋子好歹是砸中了一个吧 婆子脸上一袭 喊道 快把这两个鬼东西抓住 这时又眼神好的认出了 是罗二郎 面子大变 天 这是二公子呀 什么 二公子 众人都愣了 罗二郎从偷情被抓 把罗二老爷推得不知死活 又追着绿娟杀神灭口 心弦一直绷得紧紧的 背着鞋子一砸 顿时眼冒金花 身子晃了晃 不争气的晕了 他这一倒 一分把衣裳下白 微微掀起 有人无眼道 哎呦 这二公子怎么 怎么好像没穿衣裳呢 这些都是四十上下 性格和身材 同样彪悍的婆子 哪有小姑娘的害羞 真是有什么说什么 说完了 众人面面相娶 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有两个人嘀嘀咕咕道 难不成是那二公子抢了这丫头 坐得近了 已经可以看出摔倒在地的女子是丫鬟打扮 呀 这 这不是绿娟吗 终于眼睛毒的把绿娟震了出来 也有望心大的茫然问道 绿娟是谁呀 就是 就是伺候那位姨娘的呀 姨娘那样的角色 好端端的住进了废弃院子 偏偏恰似从那时候起 二公子过得颇为失意 府中下人名面上不敢议论 私下里面都有不少猜测 这一认出是伺候姨娘的丫鬟 又涉及二公子 众人都知道事情非同小可 一个陈吻写得道 我们几个去禀告世子夫人 你们几个快去那位姨娘的院子里瞧瞧去 听到急促敲门声 清风堂的守门婆子揉着眼睛 嘟嘟囔囔地骂了一句 抬高了声音问道 谁呀 请开开门 我是守员的张婆子 有要紧是禀告夫人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